大家好,這次我做了The Campton M室 大家一起看看圖案 一開始的時候我做了一個清水房 這是一個開放式的單位 當然是有廁所、開放式廚房 還有一個騎樓露台 我們一起看看後果是怎樣 放大一點 開始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商人床的設計 這張就是商人床 上面有斜碼 有床頭櫃 兩個可以兩邊上床 這個是一張梳化 旁邊白色是一個書櫃 電視機放在梳化後面 這張是工作椅 一張餐桌 還有另外一張椅 有雪櫃 我放了 然後有一個大衣櫃 然後洗衣機我放在這個位置 在開放式廚房那裡 我還加了微波爐 好了,一起看看後果是怎樣 以這個開放式燈來講 這個都算是輻落 我放大小小 我放大小小 我放大小 小小 這樣的 Winter 它有點像的酒店 在床上就可以看電視 睡一床 最後在床上看電視 可以坐在沙發裡 這張電視機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工作空間或吃飯 那跟著都是一個雙人床的設計 這些是藝櫃 這個是書櫃 這個是一個床頭櫃 那把床拍到窗口那裏 這個是梳化的尺碼 雪櫃啦 這些是比較大的雪櫃 衣櫃 電視機就在這裏 都要在床上看電視的 這個位置 不要緊 那看書之後就看到了 這樣放大一點點 磨一下 嘗嘗在裡面 在前面看進去 嘗嘗鬆一點 對 然後呢 有第三個雙人床的設計 那雙人床呢 都是拍到窗那邊 不過呢 就 本來是打橫就變成了打碟 那這裏放了兩個書櫃 一個就是向著床 一個就是向著廚房那邊 那 還有呢 就弄了一個窗門 去隔開床 那個廳 那這裏 那這裏有兩個 櫃桶的矮櫃 那上面就是電視機這個位 那餐桌啦 梳化啦 雪櫃 那這裏呢 那這裏呢 再加了半個的衣櫃啦 是啦 單門的 是啦 那一齊看下效果是怎樣 先啦 又轉個圈 看一看 大一點 好少 看真點 試一下門口 是不是進去 門口進去 那 一窗口這邊看看 然後呢 就開始用手 沙發床 呢 代替這個床 那 這個是沙發床的設計 那 那 這張是一張很大的沙發 那 最大的那種 那 這個是一個床頭櫃 那這個是餐桌啦 那 是一些 櫃桶 那 對上有一個電視機 雪櫃 那 兩個大的衣櫃 那 那 這個是小機 那 一齊看看啦 那 這樣呢 其實床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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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才收回它被人錯囉 對了 望大一點點 然後呢 都是梳化床的設計 這個放法比較特別 這三個都是書櫃 書櫃三個一樣 餐桌 椅子 梳化床 這個應該是梳化床可以打開的 不過每天都要收起來 這條路都比較窄 開了應該是很容易走出去的 還有兩個矮櫃 這兩邊 接著還有矮櫃桶 兩個櫃桶 這個電視機 這個電視機 這個就是雪櫃 仍然都有兩個大衣櫃 洗耳機都是在原位 對了 那又看看後果是怎樣 放大一點 對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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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前面 接著都是一個梳化床的設計 梳化床是小一點的 如果開梳化床就把這兩張餐桌放在餐桌下面 這個也是一個藝櫃 書架就在這兩邊 也是有雪櫃、大衣櫃、洗衣機 看看效果如何 放大一點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前面看進去吧 試一下 或者進去看一看 然後最後一個也是一個梳化床 跟剛才那些類似的 就會更加寬落 都是一張梳化床 如果要開床 就要把兩張椅子放在一起 如果要在廚房裡煮東西 就要把兩張椅子放在一起 那牆這邊就跟剛才之前一樣 這幾樣東西都一樣 那我們看看效果如何 放大一點 這個設計好像是很寬落的空間 如果一個人就不用開梳化床 就一公分都可以 好了 失控了 算了吧 盡望多兩眼 好了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禁止 對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